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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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是不是天主教徒 不是又如何 是又如何 基本上我知道我是基督徒 OK 一会儿我就会跟大家说 我们先入正题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秀必记的频道 分享 留言 赞号 赞号 请你们会日的12点和8点 看看有什么影片出 亦都请你留意 逢星期五 星期六 通常是六点钟出片 即是黄昏六点钟 大家留意 OK 我们就看看网友给些什么 天特会议的条文说什么 这里 if anyone say 这个是古代的说 say的写法 that the man wants to justify can sin no more 即是不会再犯罪 lom lost grace 即是说 他将不会犯罪和不会失落恩典 放在一起 如果有人这样宣称 你说你信了耶稣 就不会再犯罪 亦都不会失落救恩的话 and that therefore he dead fall and sin was never truly justified 即是如果你信了主 就不可以再犯罪 如果你再犯罪 或者堕落的话 如果你信了主 所谓真是信主 你如果是信了主之后 继续犯罪 那你最初可信主 就是假的 这样 or on the other hand that he is able during his whole life 即一生 to avoid all sin even though dead are the vendible except by the special peerage from God 即是有一些特权 as the church hold in the regard of the the past vergent let him a an an fema 即是说 咀咒 我停一停 让你看看 你可以capital 就是说 这段东西来说 基本上 我觉得十九世纪 sorry 十八世纪 那时候 约翰维斯利 突然搞了一个全言成圣的概念 那么这个全言成圣的概念 当然有问题 说你信了主 就应该立刻要跳做圣人 有第二次祝福 那其实这些都很明显 十八世纪 那时候是有异端的 就说全言成圣 就是说 你第一次信主 不是那么真 那你有第二次的祝福 第二次的祝福 你突然间 你这个人就突然间变了超级杀人 就会全言成圣 不会犯罪 约翰维斯利如果按照 在天特会议 就是十六世纪来说 就是异端来的 现在呢 天特会议 将约翰维斯利的全言成圣的一个概念 和一次得救圈得救 拉在一起来说 如果有人鼓吹全言成圣 加一次得救圈得救 就应该要被咀咒落地獄了 但是 那我什么时候 有推广全言成圣 我没有啊 就是 扔这段天特会议 的条文给我的 那位东正炮的朋友 他说我不是天主教徒 那这段文字 是提到十八世纪 全言成圣的概念 加这个呢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两样东西加起来呢 就会 成为呢 天特会议话的异端 但是呢 这段东西里面呢 我不知道 你原本的拉丁文是否有个 很强的概念 就是 是两种 两种的概念 要同时 都是这样看才是异端啊 还是是任何一种 都已经是异端 是否有全息空间呢 我不知道 如果你说有天主教徒 这段来解呢 总之 全言成圣 再加信一次得永远得救 要落地獄了 是异端了 是不是 那我现在这些 我只是信一样 信一次得永远得救 就是异端 要落地獄 那你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吧 圣经怎么说呢 第二 在十六世纪呢 十六世纪呢 十六世纪呢 十五世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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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世纪呢 他呢 那时候就 诅咒这个新教啦 去到最近呢 二十一世纪左右呢 我知道呢 天主教呢 和新教呢 有个和好协议的 就是都没有呢 再开始呢 拿回这些天特会议来 诅咒新教 或者诅咒路德宗 就是呢 呃 不知道那些东正教的朋友 是不是很喜欢啊 要拿回那些旧的东西 不如这样啦 拿完十一世纪 天主教 发动十字军东征啦 那其实 就是可以 所有美国侵略阿富汗啊 侵略啊 这个的 伊拉克 其实那些 就是 其实教宗都认为对啦 是不是啊 那都可以的 是不是啊 你们通正教 你要翻旧帐 天主教 当然很多事情都有问题 自己会自相矛盾的 是不是 为什么啊 二十世纪 天主教要为十一世纪 发动十字军去认错呢 啊 真是 我不知道教庭怎么面对啊 这些信经啦 不过呢 我信一次得面得救 因为经文 我再说一次经文说什么 这个呢 启示录的二十章四节 我又看见 几个宝座 也有座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刺给他们 我又看见 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 并且 为神的道被斩的 那应该原文就是云的 即是被斩的活人 云字其实意思是活人 和那些呢 没有拜过受和受仗的 也没有呢 压上和守仗受过他寄印之之人的云 原文是云 所以是的活人 应该是这样译的 他们都 復活了 即是被斩了的活人 都復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復活 其余的死人 还没有復活 直等到一千年完了 再头一次復活 有份的 有福了 圣结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段经文呢 我的解释就是说 喂 被斩头 这个字啊 是指向被迫害 有一些活人 被罗马帝国迫害 罗马帝国用有 其实是兽 这段经文 一直上文下 你都形容罗马帝国是兽 兽是有一些兽像 当时有君王崇拜 迫白基督有一些活人 有一些基徒呢 要他们向兽呢 去 即是向罗马君王做君王崇拜 有基徒拒绝 被斩头 意思就是斩头 我觉得只是一个夸张 可以指向迫害 有些活人被迫害 但这些活人被迫害的基徒呢 是复活了的 与基督作王一千年 即是说 这些在现实环境里面被迫害的人 是经历灵性的复活的 他们会与基督作王一千年 即是说 这些基徒 愿意见证基督 拒绝向罗马君王敬拜的人 是他们一边受苦难 其实在经历一种与基督作王的生命 这是头一次复活 即是指灵性那方面 他们一定是得到灵性复活的了 最初一次复活的人 有份的人有福了 要圣结了二十章六节 是说明 第二次的死 即是同一章下面 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 火湖 在他身上没有权兵 我的解释就是 这一段 启示录的二十章六节 是用一个无千的概念去解释 如果无千希腊派一个概念去解释 即是说 不是未来有一个千希腊 现在这一刻 就是千希腊 由耶稣死了 复活升天之后 就是已经进入千希腊 在千希腊的里面 在千希腊的里面 基督徒 会得到灵性复活的 灵性复活的基督徒 是不会落地獄的 就是这样解释 所以这是一次得救 按经文解 奥古斯丁就是这样解释 千希腊 所以千希腊 无千希腊派 即是以实践千希腊派 一用这个方法解释 只可以在二十章六节 解释一次得救 就是这样 你可以 不是这样解释 不过你就要说奥古斯丁是异端 你要把奥古斯丁的 无千在天主教的地位 铲除 但是整个天主教都相信 是无千希腊派的 正统的天主教徒相信无千希腊派 即是我们的国家会史是这样 去到现代没有人注重千希腊的解释 接着解释了一些东西去认为他们的事 主流天主教 是信无千希腊派 信得无千希腊派 就一定是信一次得救 即是拆不了 两样东西绑死了 因为经文迫 两样东西绑死了 即是我是这样提出 有些网友 就跟我讨论 网友提出一些质疑 他说 犹大 他是不是一个 已经得救的人 堕落 即是不是一次得救 永得救的事例 他提出那段经文是这段 这是《路加福音》的九章一节 耶稣叫齐十二个门徒 吸他能力 权兵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猜欠他们去宣传 神各的道 医治病人 如果你看这段经文 十二个门徒 包括了犹大 犹大 是有一种 讲鬼的能力 医病的能力 这个是耶稣给他一个特别的能力 犹大也有这种能力 这个也挺重要的 即是说 犹大 是有分享到主耶稣的异能 可以医病 可以讲鬼 犹大有这种能力 你可不可以说他不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他后来就堕落死了 这个呢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其实严格来说 十二门徒在耶稣死亡 十二门徒都仍然只是犹太教徒 并不是基督徒 即是我对基督徒 对于 这个关于 基督徒的定义 我就建基于这一句的圣经 罗马书十章九节 我飞给你看 你若考虑认耶稣基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亡復活 就必得救 即是在罗马书的定义 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除了要称耶稣为主之外 好像十二门徒那样 要心里信他从死亡復活 就必得救 这个是保罗的定义 但当时保罗还未是使徒 如果说在十二使徒传道 耶稣还未死的时候 但是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 得到圣灵 是要经这一句圣经 对耶稣的信念 才可以得救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得到圣灵呢 因为我信耶稣基督 死过 復活过 和死的意义 和復活的意义 我都明白 我都有所了解 所以因而 我得到圣灵 得到永生 而一次永远得救 但很明显 别人呢 犹大呢 也不会符合这个 符合罗马书十章九节 就是我们这一种的基督徒 因为犹大只知道耶稣 就是一个 尼赛亚 犹大人呢 尼赛亚呢 就叫救世主族尼赛亚 尼塞亚另一个翻译 在希腊文来说就叫基督 犹大 其实就会相信 主耶稣就是犹太人所仰望的尼塞亚 就是基督 他仰望耶稣是基督 犹太人在当时 会说很多人是基督 产生了连串的暴乱 在一世纪的时候 犹太、犹大 对主耶稣的相信 只是云云这么多个 一些热心革命的犹太人 要反对罗马帝国的 这些革命派的思维 这些群众里面的其中一个 不过他认为主耶稣 要带领他革命 所以他亲近耶稣 他亲近耶稣的原因 因为觉得耶稣会是 会带领犹太民族 会打败罗马帝国的 这个是犹大的相信 所以犹大当时出卖主耶稣 他很内疚 因为他觉得犹大 因为犹大觉得主耶稣 既然是救世主 就是尼塞亚 就算被他出卖 他套了30块钱也好 主耶稣会反抗的 反抗的时候 就会用异能 好像以利亚以天降火 就会消灭那些对他不利的人 所以犹大 看到主耶稣被捕 而且将会被逼上十字架之后 他很失望 他也很后悔 他后悔的原因就是 耶稣是一个好人 他不应该这样 是被钉十字架 但他也很失望 因为他觉得耶稣 做这么多神迹 应该有一些攻击性的神迹 好像以利亚那样 指一指就有些火降下来 谁对他不利就应该烧 谁知道耶稣是不反抗 原来耶稣不是救世主 他是一个好人 不过他也没有能力反抗 罗马帝国 所以犹大在他所谓的背叛之前 其实他的心是亲人耶稣 不过他的背叛是想逼耶稣搞革命 人家直接逼你啦 要追杀你啦 你还不用异能啊 用你的超能力 打倒罗马帝国 打倒民事祭司长 民事祭司长都是勾结罗马帝国那些投降派来的 你最好现在我逼你搞革命 我是出卖你 但我想逼你搞革命 由大这个名字 在马加比书呢 就是呢 马加比是有五个儿子的嘛 其中一个儿子呢 就是第一个搞革命的 就领导以色列人呢 就 犹太人呢 抵抗希腊人的时候呢 做过很多 很多英雄的事迹 那所以呢 犹大呢 这个名字呢 其实代表着呢 犹大的父母呢 寄望 自己的儿子 好像当年犹大那样 要搞革命 在那时候的文化背景里面 你叫个儿子做犹大 其实 老爸老母都仰望 哎呀 我个儿子 可以推翻罗马人就最好了 所以犹大 他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 按照罗马书来说 犹大不是基督徒 他只是一个犹太教徒 所以呢 我不是 我认为犹大的件事呢 不足以推翻 一次得永得救 相反 在这个呢 在这个呢 《约翰福音》呢 又说得很清楚的 《约翰福音》呢 《约翰福音》呢 《约翰福音》的17章12节 就这么说了 主耶稣的一个向圣父的祷告 祷告来的 主耶稣说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为你刺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也会为了他们 除了其中那个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 好叫经常的话应验 是 《约翰福音》的17章12节 主耶稣都未上十字架 他就作出一个这样的 confirmation 一个确认 确认了十一门徒呢 是一定不会堕落的 如果我假设 主耶稣呢 在十字架受死 和复活的那个年份呢 估计大约公元三十年左右 这些学术上有得拗的 那 到 彼得 彼得 是被倒挂十字架而死的年份呢 大约公元的六十八年 也都可以移上移下来 六十七六十八之间 但是可以说一句 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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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三次不认主 彼得这个人是危危父 但是彼得这个人呢 在 他未三次不认主之前 主耶稣已经 是确认 他是一次得救 即是说彼得 在这个祷告之后 的差不多三十八年的时间 他的命还有起码三十七八年 这三十七八年里面 他会不会堕落呢 耶稣是保证他一次得救 这五经文说 其实圣经是有很多很多经文 确认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如果刚才那位朋友 坚持用天特会议的说法 他说这个全言成圣家 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 这样信的人应该要被诅咒呢 那我只是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我没有信全言成圣 但是你说 哎呀你解释说 总之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就是落地獄啦 那我就想问 你怎么解释我刚才提出的经文呢 如果你是东正教 我欢迎你看我的证教论坛 但是 刚才那些经文 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撑得很硬的 所有天主教徒 你撑奥古斯丁 你撑毛千禧连派 你就不能不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因为两个人绑死了 如果用我的解释来说 要不你不采毛千禧连派的看法 这个我就先说这么多 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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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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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onsultants